大家好,我是OK仔 又到國際新聞的時候 國際新聞會有些什麼? 會說海陸王菲 有媒體說他瘋了 現在不是吧?這麼糟糕 更加有疑似他瘋了的相片流出 這麼誇張?當然要說說 另外也會說說 美國有個強姦反棄保潛逃 躲起來了17年 終於落網 怎麼可以找到他呢? 原因是一個 因為他口臭 他口臭? 不是吧? 這也會好笑 另外天降空少 越南出現了超大地震雨 是不是會有大件事發生? 稍後看看 還有很多其他古靈情侶的新聞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首先說了全球 東南亞局勢 現在東南亞局勢好像挺緊張的 先說了新加坡香格里拉的對話 看到我們的國防部長 之前對於台灣的問題 說到警告外界 你不要想著把台灣在中國拔走 一定會粉身碎骨等等這些說話 反過來 加拿大國防部長 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 跟中國國防部長董 會誤 加拿大國防部長警告中國 不要干預加拿大大選 那麽 布萊爾 這位加拿大國防部長 就跟路透社說 他說他跟董軍會面的時候提出 對於外國各種干預形式的憂慮 包括干涉加國的機構選舉 以及針對當地華人和公民的行動 亦都對於解放軍近期在台灣周邊的軍演 亦都表示憂慮 因為根據加拿大政府一五月公佈一份調查報告 他們指出當地在19至21年 聯邦大選當中外國干預行為的確存在 但沒有影響大選結果 亦都沒有影響結果的正當性 即是白做 即是如果你這樣說 即是白做 即是沒有了 屈自堆 好了 講完這一單之後 亦都講一下 這位 就是菲律賓總統 小馬赫斯 小馬赫斯警告 亦都在出席加拿大 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舉行的國防論壇當中 他警告中國不要超越南海紅線 以免令到局勢升溫 亦都同時表示 如果有菲律賓人因為中國的任意行為 將會視為戰爭的行為 並且會採取相應的回應 究竟相應的回應是否觸發起非美防禦條約 共同防禦條約 這也是一個問號 因為小馬赫斯在這個論壇當中 他說如果一些任意行為導致菲律賓人不僅是軍人甚至平民被殺 他認為已經是非常接近他們認定的戰爭行為 所以他們會作出相應的回應 還有他們的盟友相信會採取同一標準 換句話說 就是非美共同防禦條約 他也提及到有菲律賓人最近期在這個衝突中受傷 但是幸好沒有北幸事件出現 他說如果去到那個情況 將會破釜沉舟 那是否紅線呢 他說差不多了 換句話說現在有美國撐腰 菲律賓人說話都大聲一點 那會不會真的有人撐腰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 也都可以看得到 現在的全球局勢絕不簡單 當然不簡單 純純亂 純亂了 然後跟大家說一下 金仔方面 他玩上癮 什麼事啊 繼續放波波 話說南韓聯合參謀本部就表示 就說北韓由上個星期六開始 繼續放波波 放不停 真的 那些垃圾波 於是現在又說到 又繼續繼續放 放不停 他真是想引 其實某程度上我自己覺得 金仔看到你這一陣子 真是很積極 南韓方面 和美國 日本方面 很積極 甚至乎中國 聊天 所以 他們要做些事情出來 給國民看 看到南韓聯合參謀本部就說 由禮拜六晚開始 再次偵測到大批氣球 飛越兩韓軍事分界線 跌到首爾和京畿道 裡面有什麼煙頭 紙張 膠袋 垃圾 跟之前的波波一樣 南韓軍方 穿著全裝 全身保護衣服的士兵 去撿波波 南韓方面警告這些波波可能有危險 叫人不要碰 至於南韓方面 他們召開緊急會議 可能會玩喇叭 怎樣玩呢 怎樣玩喇叭呢 其實之前 當特朗普 當美國總統的時候 過了去北韓那邊 握了彭和阿金仔 兩韓關係就在 特朗普的中間滑船下 簽署板門店宣言 當時南韓拆除了 在邊境設了55年的廣播喇叭 現在他們打算再開出喇叭 這次真的是小喇叭 你玩波波我玩喇叭 你有張良計 我有過場梯 真是 每個玩的東西都很不同 另外也說 在日本出現了 雄忍襲擊人類的事故 又再有襲擊人類的事故 說到在日本的秋田園人河寶市 一個溫泉設施上面 看到竟然有當地的職員 被雄忍襲擊受傷 就說這個職員在溫泉設施的樹林裡做事 被一隻60厘米的熊 後面襲擊 幸好輕傷 自己開車去看醫生 真是真誇張 這些熊人 都要小心 不要開玩笑 現在日本都好像幾多這些熊人出現 無端端 不過早一陣子 的確是 看到 不是說日本的 全世界都有這些事件 不過究竟為何會無端端襲擊人類 真是不知道 好了 說了日本 也說了香港的開心 什麼事呢 厲害了 真是 香港代表馬 浪漫勇士 就在昨天 這個東京競馬場 安田紀念 這個國際一級賽 就贏出了 嘩厲害了 繼這個郭士盾之後 他在日本 真是揚威 也可以說一下 蓮馬斯審習成 其實他之前是跟外倫 是外倫庫鏈 那時候 外倫訓練 靚蝦王 第一隻 就是在 勝出安田紀念的 香港代表馬 當時又審習成做庫鏈 現在呢 他就厲害了 做了 蓮馬斯之後 也都派 香港的代表馬 浪漫勇士 再贏多次 這個安田紀念賽 哇 真是 馬王 沒有懸念 香港的代表馬 也挺厲害的 香港的代表馬 不要說 有時候說跑馬 不一定是賭博的 你當是運動員 去看 真是誇張 看到 有浪漫勇士 我有看直播 特地 我下午有看直播 哇 看他最後三百多米 日本人打對製 日本人打對製 哇 整個血肉長城 封住浪漫勇士 不讓他出 啊 幸好有蜜蟑螂 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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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是的 因為始終 如果這些所謂遠征馬 好考連馬師的功夫 好考馬的能力 等等 講完這些開心事 講一下戰爭事 當然 好誇張 現在內塔尼亞湖 以色列總理又重申 一點了 現在大佬叫你停 他又勢不低頭 以色列向巴勒斯坦回革激進組織哈馬斯 提出停火和釋放人質建議之後 他們的總理內塔尼亞湖重申 毀滅哈馬斯 是以色列結束戰爭的唯一 或者甚至乎一部分 這樣的 但是你停不停火先 停火好 大哥 真的不是開玩笑 好 另外講一下下一則新聞 有時候有些事 天網灰灰疏而不漏 經常都說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想過 原來口臭 都會 認得出 什麼事 就說 在美國 有一個男子在2005年麻省 就強行闖入一個女員工家裡強姦 好了 他強姦得逞 雖然他犯罪的時候戴著面具 想不到 那女員工仍然可以憑著口臭認得他 好了 這位男子 在交保釋金的時候逃亡 潛逃17年之後 他在日前 加州再次落網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 這位55歲 叫李瑞杰的人士 在一次交通攔截 查牌的時候身份曝光 而被捕 因為他在2005年犯下嚴重強姦罪 入屋搶劫罪等 但在2007年交10萬美元保釋金之後 被捕捕潛逃 直到2024年麻省警方收到善報 顯示這位李瑞杰可能在北加州三藩市 這個三藩市灣區 康特拉科斯特縣城市 丹維爾 幾英里外的小鎮魔鬼鎮 那 為什麼他當時戴著面具都被人認出呢 原來那位被受害的女子 就說到原來這位男子的口特別臭 是很臭 臭到媽媽都不認得 哇 真是糟糕了 這位口臭強姦犯 結果一走了17年 現在再逮捕他帝案 不知道警員有沒有叫他 嚇一聲試一下 哇 真是很臭 哇 應該是他 這樣 你吃了什麼來啊 吃了屎來啊 這麼臭啊 真是有這些東西 好 接著也看看天降異象 越南 有沒有見過這種魚呢 被譽為黃大魚 有人說地震魚 那每一次漁民 又或者在岸邊看到這些魚的話 有人說一定是很大 那什麼事呢 那是不是真的 將會有大事發生呢 就在越南中部順化市的海岸 日前出現了一條地震魚 就是學名的黃大魚 有人說是地震魚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很深海的活動的魚 那它上了水面 一定有人說是海底出現了問題 又或者他們可能每一次出現 都是有地震鮮兆的發生之前的 好了 那看到一堆的市民就圍著他拍照 那更加有些人就裝香了 看到嗎 有裝香 每個人都在打卡 那樣的 那根據越南的媒體 就說這一條黃大魚 本身是生的 在海面飄浮 那些漁民就打算把它帶回海中 但是最後都不幸死亡 那整個4.5米長 整個十多公斤 那說到很多人要抬起它才可以抬起它 那當然了 那究竟是不是有大災難來呢 那但是越南方面 他們說他們的習俗 就說如果遇到黃大魚就好玩 那如果發現黃大魚飄浮上岸 一定要小心埋葬 那真的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習俗 那真是各處鄉村不各處例 好 接著看看 厲害了 什麼事呢 說到凱特王妃瘋了 是不是真的 瘋了 是真是假 現在一起和大家看看 有媒體說凱特王妃近照又流出 失控崩潰奔跑當中 大家早前見過凱特的照片穿著紅色衣服 那現在也有消息 英國王室就說凱特現在不方便 不出來 不出來閱兵 有很多這些所謂的不利因素走出來 其實大家都繼續關心他的新動向 某程度上大家都想知道 究竟凱特現在去到什麼環境 這個也是凱特在他們自己所謂的 合成片 AI片之類 宣佈自己患癌 好了 究竟現在凱特在什麼環境 有人說他瘋了 是不是真的 有小到很多不同的消息 又說他變成植物人 又說被喉雀夫人羅斯捅傷 又或者被威廉捅傷 又或者被人獻祭 好了 如今有一幅新照 大家看清楚了 小心嚇到 就是這幅照 哇 看見到嗎 可能瘋了 哇 是這樣的嗎 像不像 是不是 真的 你看他和平時的 患病的 和現在懷疑他瘋了的 哇 是不是真的 非常誇張 有人看一幅照 有人把這幅照和這幅照比較 為什麼 因為這幅照有人覺得高低薄 燈心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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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就是高低薄 兩條線又不平衡 然後根本就是這個威廉 來的原生 鍵了凱特的頭上去 這個 就覺得身形才像凱特 別人未病之前的凱特是這樣的 好了 究竟誰才是真呢 有人覺得那個 那個瘋狂怒敲狀狀狀狀狀狀態的凱特 才是 是他 有人就說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應該是崩潰了 所以為什麼英國皇室不讓他出來呢 頻頻就 叫做做一些AI相 他都沒有辦法正常可以拍到一張照片 當然 我就這樣看會不會像 這張照片像AI 我覺得很像 因為這些衣服 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都在AI的照片看到 例如特朗普 例如普京 都有的 但是 現在人工智能很厲害 所以 當這張照片都說可以是AI的時候 為什麼這張照片不是AI 因為 為什麼會有這些風傳 其實很簡單 就是 其實一直皇室 這幾個月都遮遮掩掩 就算說他癌症也好 又說他沒有頭髮 又說什麼什麼 又說又用替身 這樣 講也都出不來的時候 大家都 看得到 其實 凱特都在承受很大的壓力 不排除凱特 真的 可能有少少 很敏感 不想他 這麼受外界干擾的情況下 所以藏起凱特 也不出奇 怎樣也好 儘管看看 我當然不希望是真的 這些事情 否則都很可憐 好地地一個 有人說 嚴肅也很有禮貌 這麼漂亮 隔入皇室 本來是很童話式的故事 但是 遙室一變 突然之間 瘋了 所以我希望他會快些康復 好 看完這些新聞之後 我們就看看 烏俄局勢 烏俄戰爭進入八百二十九 八百三十日 現在烏克蘭打擊俄羅斯一千二百公里深處目標 厲害了 就說俄羅斯境內多個地方受到襲擊 美國等北約多個國家放寬了烏克蘭使用武器限制之後 烏克蘭軍隊就馬上來了 反攻了 突發消息就說 烏克蘭攻擊了距離俄羅斯一千二百公里深處的目標 根據外國媒體報道 烏克蘭使用西方最新援助的無人機 攻擊俄羅斯塔坦斯坦境內的目標 另外 既然在旭羅里諾或另一個地區也發生了爆炸 周圍拉起了防空警暴 自從烏克蘭叫救命之後 突然看到西方國家馬上說 要打了打了給你打了 因為看到你好像無用無知地 你每次叫我防 你的武器是攻擊的 你真的玩我而已 烏克蘭自從限制另一解放之後 更加襲擊俄羅斯在黑海第二大的港口高加索港 周圍都爆炸聲 厲害了 在這個6月 烏克蘭局勢展開了一個非常不同的情況 會不會導致整個局勢急劇扭轉 這個真的可能有點不同 但是 講到阿澤連司機 他現在又說開峰會 開論壇 搞很多不同的事情 究竟想和談 但是看到中國不參與 就說阿澤連司機 超過100個國家和組織 同意參加全球和平峰會 中國不參加 但是之前我也解釋過 因為裡面背後那些各方平等 雙方認可 對於所有和平方案進行公平討論 這三個重要元素 中方又覺得這個和平的論壇 是滿足不了這三個條件 所以他就不去 現在英國媒體也說 現在英國媒體也說 他會跌了很多錢 如果特朗普上場之後 這樣斬籃的話 他會被不支持他的人 就說 敗家 之前 如果 我用一個幻想去思考 特朗普上場 立刻跟俄羅斯說 現在和談 不支持瓦蘭 那你瓦蘭什麼都沒有了 你之前連援助瓦蘭的事情都輸了 輸到一乾二淨 我之前想的方法 你美國牽制著俄羅斯 甚至乎能夠將烏蘭推倒俄羅斯 或者怎樣也好 到他們雙方停戰之後 其實有很多錢都要找回美國 那你美國一定在重建 或者之後 烏蘭的發展上 得到大量的利益 如果在這個時候 阿澤利斯基這種憂慮的話 特朗普不算敗家 拱手相養 會不會 我覺得未必會 你不要當特朗普傻 特朗普在這方面 其實也很聰明 有時候 我自己覺得 所以阿澤利斯基這種憂慮 我覺得未必是 接下來說到菲律賓方面 現在跟中方出現了一些磨擦 在南海人外礁 根據媒體報道 說到菲律賓對於非法阻攤 人外礁57號軍艦進行空頭補給 中國海警依法依規對峙 但發現菲律賓57號艦上最少兩名人員持槍 在甲板活動 更加用槍指向中國海警方向 現在這個畫面 中國官方就爆了 菲律賓方面 是不是想擦槍走火 是不是想搞事 真的不知道 好 接著看看 在美國有個這樣的家庭 愛生士家庭 什麼事呢 竟然吃霸王餐 還要在子女面前吃霸王餐 瘋狂吃不止一次 在英國不是美國 英國威士夫婦 白納德和安 說多次竟然吃飯逃走 更加把他們的小朋友放在店裡 假裝會拿錢回去 其實是教唆 小朋友趁機逃走 有一間店舖公佈了他們的惡行 竟然引出其他受害的餐廳 就發現這對夫婦原來是慣犯 假裝沒錢 怎樣裝沒錢呢 我們一齊和大家看看 原來這對夫婦去了四間餐廳 和一間中餐廳的外賣店 一共吃了大約萬多元 於是就說 按不到卡 於是就說 那我按機 我叫小朋友留在那裡 使得inho 好好好 想著你回來了 結果這種夫婦一去就沒有回頭 而說這小朋友 可能見久也太多了 你沒有什麼看過他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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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這兩個人就錢科尼雷 用了四十幾個假名 報了上十八個不同的出生年月日 老婆被拘捕後 竟然說自己懷胎九個月 希望警察盡快放她走 結果原來沒有大肚 這樣也行 真是離譜 現在被拘捕了 法官說他們貪心 勒令他們賠償之餘 還判8至12個月的底里坐牢 教壞孩子身為父母 怎會這樣做 搞到孩子長大後又有學習 因為父母是這樣 社會就亂七八糟 所以誇張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其他東西 拜拜